感谢观看 请订阅komun 哈喽,大家好!我是悟星 我是伽克斯 今天我们又要来玩拐物战术啦 距离我们上一部影片大概过了一个多月 好像快2个月了 其实多久我忘记了 那個時候我們還是新手啊 非常非常新的新手啊 只拿得出一些 這個普通的角色 那雖然過了這個 過了一個多月啊 到現在還是新手 沒辦法啊 只能慢慢抽角色啊 希望以後可以有更好的角色 不過各位看到我的畫面 這個角色不是很好 等一下跟大家分享一個故事啊 今天我們要玩什麼活動呢 今天剛好是我們的 怪物單珠跟新世紀福音戰 是EVA的合作活動啦 那我們兩個有看過EVA嗎 我有看過EVA 但是我其實也只是看過劇場版而已啊 聽說它是一個 在日本算是一個元老級的 元老級的動畫 然後去年20週年紀念 雖然我沒看過EVA 可是我至少知道 去年2015年好像是使徒來襲的日子啊 對 不過2015年過去了 平平靜靜的 雖然說世界紛紛擾擾 可是還沒有毀滅掉啊 大家可以放心繼續玩我們怪物單珠 所以說為了感謝這個2015年使徒沒有來 那我們這怪物單珠就要 合作活動一下 來錄一下這個怪物單珠啊 第二彈合作活動式啊 所以我們今天要打的是哪一個關卡呢 我來看一下喔 活動冒險 等一下我直接用面對面好了 來 組隊面對面多人遊玩 然後這個 下面就有廣告了 叫什麼 最強那是第10的奇蹟 喔原來是達文西跟第10使徒的這個混合體 阿聽說 第10使徒是第10個使徒的意思嗎 對啊對啊 因為那個EVA裡面 其實在動畫裡面 它就是 有點類似那種外星人 攻打地球那種感覺 喔 然後就是每一個使徒都會有一個不同的型態 然後從 就是 各種有不同的強弱能力 然後 在動畫中最強的使徒就是第10使徒 是喔 所以我們今天要挑戰的是最強的 最強使徒 是啊是啊 這動畫中是最強的 它連那個EVA拿來對抗這個使徒的這個戰鬥機器 都直接把它吞掉了 直接把它吃掉那來打什麼 蛤 沒有啊因為 哎呀這主角威能嗎 這個是不能說的秘密 诶 詳情景自己去看動畫 對啊自己看動畫就知道了 我們只要來打遊戲就好 對對對 所以我房間開好了 來等一下可是 是339 對339 所以 在這過程當中呢 我來看一下我的第一隻角色好了 啊我的第一隻角色是什麼 居然是露西法 那大家就說 誒你不是說你是新手嗎 哎呀這個新手運嘛對不對 然後 進化露西法 那我都知道很多人說 怎麼幹嘛不神話 可是 還是說我們是新手 沒有啦因為神話需要一段時間 他 露西法神話素材感覺還蠻困難的 因為他其實神話這種東西跟進化不一樣 進化是你等級到達 上限之後就可以進化 有寶珠就行 有那個 鬥獸石 獸勝 對就可以啦 有玉石就可以 就可以進化 但是神話就不一樣 神話是需要你用其他的 怪物 你要去打降靈關卡 你要打其他的怪物來把它 要疊運 把這些怪物當作祭品 然後才可以讓這個 露西法神話 所以神話不是像進化這麼簡單 會啦在未來的某一天 我總有一天會把他神話 目前是先進化 沒錯 然後這個露西法這個 真的是非常的新手運 上上個月 上個月加上個月 也就是 上一次我們影片拍完的月底 不是都超受神技嗎 超受神技你有去抽過嗎 沒有耶 那時候我沒有抽到 沒有抽到 我也有 我有去十連抽 結果 都沒有抽到好的角色 頂多是金玉錢 但是你不是三十連抽 對 我用十連抽抽了三次 然後花了一百五十個寶珠 雖然都是新手送的寶珠 但是就是沒有抽到好角色 沒有抽到好角色 那時候就 非常沮喪 但是事隔一個月之後呢 也就是上個月的月底 又是超受神技 超受神技 那時候我的寶珠大概才三十幾個吧 所以我好好加減抽一下 因為不夠多 我就只能用單抽了 保險期限一顆一顆慢慢抽 慢慢抽 結果單抽抽到第二抽 就抽到露西法 那運氣很不錯啊 露西法算是 中大獎耶 對啊 寶珠裡面 怪物裡面算是非常有價值的怪物 不過故事還沒結束 露西法抽完之後呢 我繼續單抽 我想說哇 露西法抽到了 手都在動 所以我繼續第四抽 第五抽 好像第五抽的時候 我又中了一隻角色叫鷹 可以看到另外一隻 我可以點進去看嗎 可以可以 就是這隻我也把他進化過 然後 他名字叫鷹 櫻花的櫻 那他也有進化跟石化 然後聽說神話的話 也比較好 但是其實他各有前抽 進化的話是 砲擊型的 對他是砲擊型 傷害蠻高的 不過 這一隻的大缺點就是血量太少 可以看到他現在血量才一萬出頭 所以你血量已經加滿了嗎 還是還差一點 沒有 我塔是還沒吃滿 你知道嗎 我最近 單抽運超好 我還沒講完 就是禮拜五的時候 那個 EVA活動剛開始 所以說我也想說 單抽一下 對啊 然後那個沒有他慫恿我 開始這樣 夏克斯你怎麼不抽一下 其實禮拜五的時候真的很厲害 就是 我也是用單抽 結果第一抽 就抽到水晶零 雖然不是EVA的 可是那隻水晶零 也算是評價不錯的角色 對啊 所以就在昨天 我就鬆悠夏克斯 來嘛 單抽這麼好 呵呵呵 節目下個是重組 然後我就想說 好吧 陸心都講了 那我就稍微抽一下 然後抽一下 我也是用單抽的方式 我也不是用時間抽 就一顆一顆慢慢抽 然後第二顆 還第三顆 我就抽到那個 阿努 水神阿努比斯 哇 單抽運超好 雖然說他不是一個 怎麼講 算是一個 蠻好的角色 五星級以上 五星級 五星級 非常讚 那我看到 夏克斯也單抽 推坑成功 所以我想說 剩12顆寶座 我也來單抽 再來拚一下 結果單抽我又中了一個 瓦爾基里 我忘記那個名字叫什麼 瓦爾基里 對 他進化變成什麼 戰艙女神 戰艙女武神 好像也不錯嘛 對對對 然後我就覺得 哇賽 對 那我以後就單抽就好啦 單抽運這麼好 真的 其實我覺得單抽可以試一下熟悉 比如說前面抽 欸 抽個六顆 好像什麼東西都沒有 就可以不要再抽 這表示 這時候 這個時候 風水不是你的阿 風水不是很好 對對對 你要等風水轉一下 轉一下 轉到你身上的時候 你再抽會比較好 當然 單抽也是不得不的做法 因為 瘦身機的時候 我還不到50克 只能用單抽的 對對對 然後 那因為我最近實在抽太多五星角了 所以我來不及 當幫他們升級 我就只專攻 露西法跟 我的經驗規都吃光了 塔斯也通通都吃光了 我現在一無所有 真的 家徒四壁了 對啊 所以我出的角色是 進化露西法 但是 重點是露西法 對於這個關卡完全沒有任何的對應 純正是因為他 那個 傷害比較高 以我 我現在手上的彈珠來講 他 露西法就是傷害高 然後他的 有琴技有電章技能也不錯 然後呢 我的音 他有一個反傷害必對應 不過這個關卡 他有傳送 會有重動 所以 就看運氣啦 重動的話這種東西的話 是否也是禍 對對對 是禍躲不過 所以說呢 那我們來看一下下課師的第一隻角色叫做 我的第一個角色就是 香魔的獅子 北條士康 其實這個是在抽到 禁獄前 我一直想說 禁獄前 沒關係就禁獄前 我在抽到禁獄前的時候 其實 那時候因為角色太少 想說我 那時候還沒操作神技 那時候就稍微抽了一下 就抽到這個北條士康 只是一直都還沒有把神技 想說這一次 剛好他有反傷害必的效果 所以說 趕快 就是把這個 在怪物箱裡面的 生物啊 全部都給他當祭品下去 然後就把他生到對面 有 所以這次也是進化過的 對 他是進化過的 對 對 他的 功能就是反傷害必嘛 也沒什麼太大的特殊 哇 你的英雄果實是減少HP喔 嗯 不錯啊 這樣子我們之後 等一下我們打王的時候 應該會稍微輕鬆一點點 然後 再來是 第二隻 就一樣嘛 就是 禁獄前 禁獄前 這隻好像打這個關卡最適合 對對對 其實因為這個 禁獄前的話 他有兩個 一個是反傳送 就是反傷害必 剛好完全對應 這一關的 完全被他克死死 呀 不過也不能說太滿 畢竟是 第10使徒 對對對 人家是 人家好歹是第10使徒啊 不過我們打的是 集 是因為我剛剛沒有點錯 應該沒問題 好 所以我們就來開始吧 最終確認 這是進場的話 又不太一樣喔 真的耶 最強 那是第10的奇蹟 集 看來他這次為了跟 好像很厲害 PVA合作 真的是下足多功夫 沒有其實你看他的字面上 這個最強那是第10的奇蹟 這個字的 寫的 排版方式 其實也是跟EVA那時候是 就是動畫是 有參考動畫的 片頭 對對對 啊 活著聯繫有點久 欸有了進去了 啊進去了 好我記得沒錯的話 我應該是要先把 頭上的妹子打掉 對妹子然後 等一下等一下 他有限時間 趕快 先打妹子 差點卡住了 欸其實還好耶 現在看起來小怪好像 就是 喔對 他有 會有反擊 反擊怪 你看到他發出那個光面 光線 就是你打他的時候 他會有反擊傷害 但是小怪好像是 攻擊力提升而已 就是 小怪的話 開啟反擊模式 是他攻擊力會提升 那如果是王的話 他開啟反擊模式 打到王身上就會出現一些 那邊 黑黑色光 就是反擊模式 有把槍 等一下等一下 有了有了 結果妹子還沒打死 其他怪死光 沒關係 反正他只是 反傷害幣而已 除了陸戲法之外都有對 然後我這個 我的境遇險要稍微 注意一下 因為他需要集氣 他集氣只要最滿 才會有 反傷害幣的效果 如果沒有集滿的話 放出去我可能就會GG 有悲劇的 對 好啦 沒關係 慢慢來 我們這個 不過我今天出的角色 都是由情技為主 像陸戲法 他的電章 還蠻厲害的 之後我們打Boss 就是會知道 因為Boss好像有ATV 那ATV場等於是 一種防護盾 不過 電章似乎可以 直接打 我們盾 所以這個妹子怎麼有點意義 打不到吧 我們的傷害數 數點低 有有有 還有寶箱 試一下寶箱 再來是我的英英的話 各位可以看到他的友情技 是斬擊 斬擊在距離近的話 效果非常大 我們昨天有試過 打一些特殊王 如果他跟王夠近的話 甚至還可以把王給秒殺掉 我現在先打一下這個 面具怪 對 他好像會打黑 因為他現在距離比較近 所以我挑右下角 傷害病 我的陸戲法 這樣子有點危險 上下 上下衝應該還好 好 所以 非常沒有用的角色 在這個方法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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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欸!欸! 對,那個是 欸! 他有AT利償 所以 你一定 用撞的話 你必須要把AT利償撞爆 幸好 AT利償其實也是那個 也是顧盾的一種 參考EVA裡面的設備 就是我們初號機打到石頭 會有一個像綁護盾的東西 對對對 其實那個在那個時期 算是一個非常創新的設計 對啊綁護盾耶 好猛喔好猛喔 超HOP的 比老說石頭很HOP 還好我們的傷害 我們的血量還滿 好像還可以耶 所以說我現在 很穩啊 反傳送不知道我要怎麼打會比較好 隨便拿 好隨便 隨便拿這樣 你可以先清個小 有沒有 104段 這就是鷹的特訓效果 他只要打中他有成績的時候 他就會 發出快速的連斬 所以我覺得鷹呆在王身邊剛剛好 非常的痛 非常的痛 真的非常的痛 秒了秒了秒了 通關通關 下一個下一個 沒有這種 感覺很爽快有沒有 這個 一瞬間80幾段 100多段 那個感覺是非常的爽 對 連段數高的話也可以收集道具 然後現在的話 我應該要先打那個 現在我 這個可以假怪 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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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AP立場 沒有穿過去好可惜 不過我們打掉一隻 星星 有喔 星星會反擊 好像他的反擊是小爆炸 欸不是 他的反擊 小怪的反擊能力是 他本身的攻擊力會提升 就是他爆炸到的攻擊力會提升 但是 王樂 反擊才會出現一些 反擊雷射光之類 好啦 我現在來 我看能不能撞到 SAKURA 目前看起來還蠻穩的 欸 欸 為什麼我沒有 欸 不公平啊 是我撞到 為什麼我沒有 好奇怪 可是他 集打到金彈 好像集得蠻低的 不是嗎 我不知道誒 等一下 這關如果能破的話 再看看 對 看看是不是真的是 這一隻的金彈 哇 那就真的是 賺了賺了 等下來看一下 我賺 好痛耶 衝完衝完 超痛的 要一點 王冠囉 有了有了 進入 連王冠的樣子也不太一樣 又是那個 EBM裡面的那個 哇 那變得超大隻 所以我們要先 打右上角 左右上 打妹子 先打妹子 是先打妹子 可以啦 換我了 對對對 看看能不能連鎖 好 AT立場的關係 哇我減速好大 反擊怪 對對對 他反擊傷害 我這樣撞不到 你卡點好了 好 我先 我先把王的AT立場撞掉 有有有有 有有有 有情记可以直接丟她東西 AT立場 觸手 對就是那個 就是那個 動畫中就是 他就出現觸手 然後直接把那個 機器人抓起來 然後就吃掉了 啊這有點尷尬 有傷害幣 沒關係 衝黑洞好了 你往上衝黑洞 有有有 喔漂亮喔 nice 欸好險好險 我傷害幣沒有抓到 我兩個傷害幣 所以說 我先把這個妹子 有有有有 傷害幣打掉了 傷害幣打掉之後 其實悟心會比較好發抖 他的路西馬比較不會 不會擔心這麼多 接下來就因為這個雜魚 我們現在 那順便存點技能 不過技能都已經滿了 我們下一關應該可以 開大白的拔王兩殺 不行吧 還有第二關 還有 還有關應該 希望你可以超速過關 希望啦 不過應該可以吧 希望 希望如此 哇 現在的位置 撞吧 其實我們可以 有幾隻角色先開大 我們陸基馬 其實看也是 哇 我的小庭園 北條四旁 好開大 我先開大好了 我看能怎麼撞 因為我現在這個位置 也不好撞 小庭園有不少啊 有有有有有 只撞掉一隻海星而已 有看到AP立場發揮 正常發揮 水塗塞排出車啦 還伸出觸手 還好沒有被穿掉 來 我這隻大絕等下 因爲他的SSG非常強 等一下可以看一下 又是反傷害 他開不及反傷害 他現在 反擊 反擊模式的話 我們打他會很痛 所以說我現在要 好像會噴X雷射光 但是我這個一定會撞到 還好還好還好 還可以還可以 還可以 還可以結束 後來這一關的都是光屬性 對 所以只要不要打到我們的洛西團 應該還OK 真是他快要打到我們的Sakura Sakura的效果真的很不錯 Sakura的斬擊對王中的好痛 又是黑洞 希望我們還剩 還剩三個回合 還剩四個回合 三個回合也有辦法 接下來是我的 我看一下 我看能不能鑽過去 沒鑽過去 他被卡住了 等你打AT力場 被力一T力場卡住了 哎呦黑洞 你們能打到他呢 就看我們的鷹啦 可是我覺得我可能會先打到 我應該會打到前面那一隻 應該不行 不能這樣穿 先收拾看 燃緊集野鷹 他進黑洞 他進黑洞 但是他打到了小怪 可惜沒有打之後 沒有直接打到 OK我們正常把他解禮到 可是這樣就沒有超速過關 但是我應該 這隻的火力太燒了 他可以到上面 希望 沒有沒有打到 可惡 沒有打到落點了 打落點的話 應該就可以 有機會可以 哦 你有沒有聽到那個音樂 這個也是EVA的那個 是嗎 好像也是EVA裡面的 那個音樂 因為是不是 幾伏音戰士 我剛剛好像 直接撞傷害不一樣 那些OK 可能應該可以輕鬆解析 應該可以 來 我的 我的落戲法在哪裡 不知道他在哪裡 通啦 哦 爆灶 通關 好 果然 極難度 對我們來講 還算OK 結果剛剛那個金蛋 到底是什麼 看一下 我還是比較在意 那個金蛋到底是什麼東西 我們好奇 究竟那個金蛋是不是 我們的使徒呢 好了 雖然說沒有超速 但是有面對面講 應該有金蛋吧 有 是耶 真的耶 這是什麼啊 這一隻應該就是 等一下可以看一下 達文希加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東西啊 自動面對面講的 第一次看人家面對面遊玩 恭喜獲得隨機獎勵 達到一隻塔斯 我也達到一隻塔斯 紅色的 好啦我們順利通關了 我們趕緊來看一下 剛剛打到 剛剛打到什麼怪 哇 這個今天是 一定是錄影 觀眾有加持 有加持 可是下個是沒有打到 沒關係啦 一個悟性有打到就好 所以我打到了 我看一下那邊是哪裡 他是光屬性的吧 看一下光屬性的 光屬性的 我們跟怪物有點多 有點混亂 哎唷唷唷 有嗎 有達文希 第十使徒 他幾顆星啊 2 4 5 5顆星 5顆星的 所以說他的 我看一下喔 進化神話 然後進化的話 哇 朝著狙擊方向伸出觸手攻擊 對 他好像可以 只能進化的樣子 他沒有神話 所以說 哇 我真的 我第一次在降臨關卡打到 打到怪 不錯不錯 我之前完全沒有 沒有在降臨關卡打到怪 其實今天真的還蠻順利的 運氣超好 我真的覺得最近玩怪誕的索棄 包括單抽啊 我今天也是 這表示你要入坑啦 入坑了嗎 沒有 我繼續信仰我的單抽就好 之後應該不會用十連抽啦 對啊 所以今天的話就到這邊結束了 非常順利 希望大家可以真的來看一下 今天這次 新四季福音戰士20週年 性跟我們怪珠彈珠的合作活動 第二彈 可以看到今天這集的關卡不會很難 而且運氣真的不錯耶 搞不好各位打的話也可以打到精彈 那他除了第十使徒 還有其他什麼 第六使徒 我記得第六使徒是一個 看一下 對各位可以去看一下他的官網 還有很多特殊活動 這次活動真的是 超級無敵多 比之前的活動都還要多 你看 滿滿都是 都是這個 這個 福音戰士 都是新四季福音戰士的活動 希望大家會喜歡今天的影片 感謝大家 期待有 下一次的影片啦 謝謝大家 拜拜